你实际上 对 还 interesting yn Iwet 他的话我可以不信 但报纸上明明写着 刘四阳已经获释 他如果真的自首 我还怎么有脸再见同志们 我的态度你们都知道 我是早就下了决心的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都绝不会背叛党的组织 绝不会出卖同志 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 明霞 你放心 千万不要被报复 在这一点上 同志们是相信你的 再说 自己的价值 是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衡量的 现在斗争行事越来越复杂 敌人的报纸千万不能信哪 为了达到目的 他们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来 江姐 你了解刘四阳 他不会叛变 你说对吗 我当然相信 你也应该相信 刘四阳是条硬汉子 他绝对不会在殿面前低头 一身 您在聋了 按坐 提刘四阳 您应该相信 是说对政府的宽大政策表示感谢 对政府和谈诚意表示支持 还宣布 目前自己在家调养身心 闭门谢客 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这完全是在造谣 刘思阳绝不是这样的人 老李 你说呢 这个消息我已经知道了 中央日报运用释放刘思阳 大肆制造言论 这已是不足为奇 造谣骗人信口雌黄 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 刘思阳我是了解的 他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 他绝不会干出那种 出卖人格的事情 但是目前的斗争 太复杂 太残酷 中央日报设法的消息 我们当然可以不信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快地 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 以便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程遥啊 你马上把这封信发出去 柳寿是谁 这是刘思阳的笔名 见到信 他一切都会明白的 出座 负责监视刘思阳家的人报告说 夜里有两个记者到刘家采访 被他们拒绝了 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圈 我只是说要监视他 并没有说要软禁他 我把刘思阳放出来 就是要用他来做幼儿的 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是不轻易跟刚出狱的人联络的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非常急于想知道监狱里面的情况 以便他们好接应 这一下大好 民间的报纸就会说 我们把刘思阳都软禁起来了 谁还敢再来 那我们把刘家的监控给撤掉 现在这么做还有什么意义 那么好再让刘思阳跑了 你就更无法交代了 西南是我们最后的基地 只有肃清这里的 共党地下组织 才能有一个稳固的后方 让国父前来修成 继续共产党对垒 现在要想找到新的线索 只有利用手中的这批政治犯了 杨虎成在重庆的消息被泄露 就说明监狱跟外面的地下党 是有联系的 你马上给我找一份 刘思阳的档案来 通知郑克常来见我 从今天起 有关郑克常的一切行动 任何人不得过位 是 刘先生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我们之间是可以信任的 目前的形势你也很清楚 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 离全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 现在 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狱中的同志们救出来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你看 我能做点什么呢 第一 把渣字洞看守所的地形 画成图纸 了解你们警卫人员的火力配备 第二 把准备营救的计划 告诉同志们 做好离营外合的准备 还有 让孙明侠他们 提供一份 扎字洞在押政治犯的名单 我明白了 徐玉峰的情况 你了解清楚了吗 还没有 只知道他已经不在渣字洞了 到底关押在什么地方 我还没有打听到 有可能转移到了白公馆 白公馆的情况 你也帮助我们打听一下 这些事情希望你尽快去做 另外 你们内部的动向 我们也要及时了解 现在 你周围的情况很复杂 做事要处处谨慎 没有通过我们 以后不要再给任何人 传递信件和物品了 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